彭博社报道 由于对政府处理疫情感到失望 一些香港人正打算逃离 随着香港疫情越演越烈 2月份香港正离境人数达到7万1千人 是由疫情开始至今的新高 其中作为香港竞争对手的新加坡 变成了离港之后的主要去处 在3月份预定由香港飞往新加坡的航班 有137班 数目仅次于去上海 新加坡章仪机场今年1月份 一共接待了7,931名来自香港的旅客 较去年12月增加了88% 是自从2020年3月以来的新高 有受访者表示 新加坡吸引是因为新加坡恢复了正常生活 去计划到新加坡两个月期间远程工作 除了逃避全民检测之外 不少香港的家长 也对新加坡的学校有兴趣 因为香港在过去几年 几次长时间停课 新加坡有学校报称 2022年头两个月 收到来自香港家长的查询 较去年一年还要多 欧盟驻港澳办事署 在上个月也表示 超过一成驻港欧盟居民 已经离开香港 花旗银行和摩根大通有多名高层 也已经转移至新加坡和澳洲等地 按新加坡最新入境政策 由香港入境的已接种疫苗旅客 可以豁免隔离 但没有打针人士需要居家隔离7天 有香港人对彭博社表示 出境旅行的麻烦和风险 超过留在香港生活可能遇到的不便 更加有人说自己的好朋友大多数已经离开 在香港生活的便利条件已经无了